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关于模仿犯罪电影 天才雷布利 穷小伙汤姆是个双性恋 善于模仿他人声音 笔记以及撒谎 他在一次打工中 结识了为富豪 受富豪所托 要将富豪之子迪哥从意大利带回美国 经过缜密准备后 汤姆前往意大利 途中他切合了女孩大漂亮 汤姆一时兴起 用了迪哥的名字和身份 汤姆很快找到了迪哥 装成他昔日低调的同学 试图劝他回去 但遭到拒绝 汤姆便在离开前 依靠先前了解到迪哥的喜好 故意调出爵士唱片 让迪哥以为自己找到了秩序相投的好友 于是之后 迪哥将汤姆留在了自己家中 带着他四处听爵士 重情享乐 渐渐的 汤姆不但羡慕迪哥的生活 还喜欢上了迪哥 可两人的合拍是建筑在汤姆谎言中 毕竟自小成长的阶层不同 相处中 两人的差距逐渐暴露 迪哥的新鲜感也很快退却 回归到自己商流社会的圈子 和好友发福男此处晚乐 汤姆自然无法融入 不久后 小三怀孕上门寻求迪哥的帮助 但迪哥无动于衷 致使心灰意朗的小三自杀身亡 得知此事的汤姆表示自己会为他守口如瓶 但迪哥并不稀罕 他驾船带汤姆去了海上 面对汤姆的深情表白 迪哥只希望他离开 还百般嫌弃他 两人大大出手 而最终汤姆杀了迪哥 躺在他已冰冷的怀中 渴求最后的温存 恢复力之后 害怕此事被曝光的汤姆 模仿迪哥笔记留下书信 告诉迪嫂迪哥去了罗马生活 而后 汤姆去了罗马 分别以自己和迪哥的身份 住进了两家不同旅馆 还特意朝旅馆打电话找对方 伪装成迪哥还活着的家乡 而没想到 之前在途中遇见的大漂亮 也来到了罗马 于是他便坐视自己迪哥的身份 儿童在意大利生活的美国富人圈子 其实很小 大漂亮在一次活动上 结识了发福难并知晓了迪嫂的存在 汤姆只好称自己已与迪嫂分手 随后同大漂亮约会 并模仿迪哥签名 从他账户取钱 过上了潇洒灰心的日子 这晚 他随大漂亮去观看歌曲 却在演出后 超越了迪嫂和Gay 迪嫂询问他迪哥下落 汤姆堂次过去 约定明早会和迪哥去咖啡厅 与迪嫂见面 事后他又告诉他漂亮 自己无法忘怀迪嫂 也将大漂亮跃去了咖啡厅 大漂亮与迪嫂在咖啡厅相见 交谈后 得知彼此都在等迪哥 自觉擦足的大漂亮表示歉意 并告诉迪嫂 迪哥一直深爱着他 汤姆这季 也让迪嫂相信了迪哥还活着 并且也在罗马 这边 发福难通过快递地址 找到了迪哥的旅馆 却发现房中只有汤姆 亲生怀疑尤其当他听见旅馆老板将汤姆撑着迪哥 他瞬间冻析了一切 为了掩盖真相 他杀了发福难 并将他抛尸荒野 得知发福难被杀 迪嫂害怕是迪哥做的 赶忙找汤姆询问情况 汤姆因此心生一击 他再次发挥自己天赋 围上了迪哥的遗书 将发福难的死亡围在了迪哥身上 而后他便前往给所在的威尼斯 寻求他当翻译 在警局解释清了自己的嫌疑 而他与给友也在情绪中现生爱意 警方那边搜出迪哥遗书 确定迪哥被害 包括富豪在内的所有人得知消息感望 而没想到 迪嫂在汤姆身上发现了迪哥的戒指 因为迪哥曾承诺不会脱下戒指 所以迪嫂确定迪哥被汤姆所杀 他将这事告诉富豪 可富豪从侦探那里 得知自己儿子曾害小三自杀一事 以及其他一些混蛋事 相信是迪哥杀了发福难 然后未追自杀 他还交给汤姆一笔钱作为封口费 之后富豪与迪嫂都离开了 汤姆与彼得谨生情愫 他们决定一起生活 可是大漂亮再次与汤姆邂逅时 大漂亮和他家人 对着汤姆喊了迪哥的名字 彼得听见这声 得知了所有真相 为了掩盖真相 汤姆最终还是选择 将带他百般温柔的gay友 给杀害了 而汤姆则在陷入了谎言的无底洞 汤姆的谎言拯救了他 却也害了他 他失去所爱 与生不再轻松 为了保护自己 只能不断用谎言去完善谎言 他想挣脱却无力 他明白 他总将被困在其中 一无所有 无法轻松 也不被原谅 以上就是本期老泡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泡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老泡电影